从前有只小鸟 它叫做兰兰 但是它不小心受伤了 它的翅膀飞不起来了 嗯 这个时候来了一只西瓜宝宝 西瓜宝宝说 我有一只神奇的画笔 让我来帮助你飞行吧 首先我们用弧线画出小鸟的头部 然后用波浪线画出小鸟的翅膀 然后我们用一根弧线来分割小鸟的背部和它的肚子 接着我们要画小鸟的嘴 小鸟的嘴是尖尖的长长的三角形 然后我们用一根长长的弧线来画小鸟的肚子 一直连到了尾巴的地方 然后画出尾巴上的羽毛 我们画出小鸟的圆圆的眼睛 还有可爱的小腮红 小鸟的翅膀是一对 我们用波浪线在另外一边画上小鸟对称的翅膀 接着我们画出小鸟的小脚 就像一个小茬子一样 然后放上神奇的画质 然后我们把神奇的画质 夹在两个装置的中间 用笔沿着线 可再更换一遍 音乐 在白东西里边画出小鸟的顿 可以看出小鸟的小鸟 终于是可以看出小鸟的小鸟 成终于是可以看出小鸟的小鸟 为了小鸟的小鸟 所以看出小鸟的小鸟 在小鸟的小鸟 所以看出小鸟的小鸟 用笔沾的小鸟 看出小鸟的小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会发现我们之前画好的小鸟出现在下面的那张空白的纸上 然后我们用粗粗的勾线笔来加粗这只小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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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给蓝蓝蓝涂颜色了 我要给她加上可爱的小腮红 我们要在蓝蓝的翅膀上加上一些波浪线 让她的翅膀看起来羽毛多一些 好 我把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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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要给兰兰的小嘴 涂上深蓝色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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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